為什麼大家要針對雲報來講 因為你們裡面有人在搞會 收會的事情 在這個口湖鄉 在這個有一個叫做林哲林的 口湖鄉 雲林縣的鄉長 民進黨籍的林哲林 他前一陣子5月的時候 一審被判了10年 他中間就是先收了雲報能源的 50萬政治現金 收了之後馬上 就說要在那邊蓋這個永新的暗場 然後受到很多漁民的抗議 然後這個林哲林的民進黨的 他就說好 我可以幫你這個雲報能源 去擺平這些漁民 但是你要給我400萬 結果雲報能源就真的給他錢 然後這件事情當然就叫做收會 那我念一段給大家聽 譚宇軒就是雲報的大股東 征訊時均坦承行賄 並當庭向法官要求免刑 減刑或是緩刑宣告 而且有監聽藝文監視器畫面 打臉了這個民進黨的林哲林 所以你這個雲報公司 你為了去設這個暗場 你為了所謂的擺平於民 你用政治現金的方式 你利用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然後你再用所謂的收會的手段 你就是為了搞你的 這個所謂的再生能源 這個是大家能夠接受的嗎 這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嗎 那請問賴平於你作為 不要講你爸爸 你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裡面推動再生能源的案子 你有沒有回避 你有沒有對類似的這樣子的事情 進行任何的監督 你都沒有 這才是大家覺得 雲報小公主太離譜的原因